想要往生净土 除了一心念佛之外 是不是还要研究经典呢 来听听志勇法师的开示 一般来说 懂得经典大义的修行人 越能坚定求生净土 而且深入教典 可自度度人 自利利他 佛说观无量寿经理讲道 不得第一意 不得上品生 若精通教典 心无迷惑 就能剑破无名烦恼 于往生时 莲花可随之品味上升 任何人 只要说幸福一心 幸福 什么叫幸福 就是一心 一心我就没有任何的 十年 十年 到我 我的梦想 没能想 我这句要做任何的东西 这个心 完全在成正心当中 说这叫做幸福 这叫做一心 任何 决定往生 再来就是说 任何人 必须要研究经典吗 任何人 来看一些经典 但是这个看经典当中 就是说我 不能说 以这个经典的文字向 文理上 去独立文理上 因为独立文理上 你变成三行的这个分别 分别的三行 痛苦 烦恼 第二边来 你就没办 大家一心 清静 修行人 如果因病苦而无法阅读经典 可以一心念佛 往生净土 不是自与是自者 一样可以一心虔诚 求生净土 若不研究圣典 但是对往生的理论法门 以通达领悟无碍 也可以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修行人 只要前程专注念佛 就能成弥陀本愿 往生净土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